好 繼續持續要帶您來 挖掘更多的投資密碼 就在德國柏林的 EFA電子展 在這個當中 除了剛剛看到的華為5G晶片 驚喜人也厲害 我們再來看看 女神之力 為什麼講說EFA 正在興起一股女神之力 我們說的是智慧女神雅典娜 我們講解雅典娜她是宙斯的女兒 當時宙斯的母親 懷她的時候已經預言了 這個女兒絕頂聰明 但宙斯怎麼能夠允許 任何人即便是她的女兒 比她聰明呢 於是在這個女兒還沒出生之前 一口吃掉了她的妻子 好了 但是孩子一天一天長大 後來雅典娜怎麼出來的 根據神話裡面說的是 敲破了宙斯的頭 就又從宙斯的頭來誕生出來 這個孩子他到底有多有智慧 就舉一個例子 當年我們看到 如何去收服這個蛇妖梅杜莎 蛇妖梅杜莎是不是 誰跟她對到了眼神 誰就立刻實話了呢 好 這麼聰明這麼聰明的 帕修斯居然知道哪一面鏡子 就在這個時候去照了梅杜莎 你自己看你自己 收服你自己 她有那麼聰明嗎 不 她的鏡子 其實是雅典娜交給她的 你就知道她有多麼絕頂聰明 而雅典娜主司戰爭 手工藝 藝術跟智慧 假借雅典娜之名 象徵著無限智慧光明的意思 女生之功 為什麼在依法來發工 我們給大家來看到的就是 Intel正在遂行一項叫做雅典娜計畫 它有一個最基本的共通點就是 你能夠納入我計畫的都在這地方 ASA ASUS都在這裡面 Google HP 華為都在這裡面 哪些人可以被納進這個計畫裡面的 Member呢 你要搭配第10代的Intel處理器 採14奈米製程生產 這個是起碼的門檻 接下來有六個指標 我就告訴大家兩個非常關鍵的 比方說 你必須要有條件能夠秒開機 一秒開機喚醒 速度要夠快 再來 電池續航力要足16個小時 要耐得夠久 然後你的認證取得雅典娜標章 這是最後 你通過了這一項 通過了這一項 通過了六項 你終究能夠取得我的雅典娜標章 今天我們所有的任意門 神秘之門 就從這個雅典娜的計畫來開始 我特別要請ASA 大家來看看 在EFA這一場盛會 剛剛談了很多關於華為 當然華為也在這個地方 華為所在的雅典娜計畫 有更多的投資密碼幫我們來解碼 當然這個EFA展 是指國際電子消費品的 一個展覽會的縮寫 而且將近兩千家 來申請參加這個展覽 今年的重點是在AI 5G 以及可樂式的螢幕 這幾項的主軸 我們換下一張CG好了 我們剛剛講到的華為麒麟990 這個晶片是非常厲害的 為什麼厲害 其實我們剛剛已經說過 9月19號 德國的慕尼黑 MAT30會做一個發表 它會搭配5G的處理器 而且華為它其實 它已經在打預防針了 因為其實華為在P20跟MAT20的時候 已經算是主導這個所謂黑技術了 所以說他直接講說 我這所有東西都贏競爭對手 什麼樣的東西 各位可以看到包括性能 包括整體的一個能效 AI智慧運算 以及這個拍攝的一個能力等等 都是全方位的一個升級 所以說我們可以知道 這個第一項的一個亮點 這個華為的一個什麼 一個麒麟的一個990晶片 大概也已經會在整個的一個下半年 甚至於明年年初 應該目前來看的話 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獨領風騷 我們來看一下第四個亮點 剛剛講到這個 Intel雅典娜的一個計畫 這個女神之力 雅典娜的一個什麼一個筆電 目前它的一個要求 就是要有16小時 這個電池的一個續航力 而且包括這個處理器方面 一定要有一定的一個程度的一個跑分 包括它的螢幕佔比方面 是超過了一個89% 而且目前它也強調是 同時使用SSD這個固態硬碟 以及這個Wi-Fi 6 之前我們認為都只有Wi-Fi 5 這樣已經升級到Wi-Fi 6了 這個最新的一個無線的一個技術 而且這個Intel它認為 它10月份也推出了一個 LAC X這個新平台 跟這個雅典娜的一個計畫 這兩項的一個什麼 一個新的一個領域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充實的一個推出 在上禮拜 其實每股科技類股 上週五的時候是跌了 但是唯獨Intel的股價是漲了一個1.64% 所以說我們從這個EFA展裡面 我們可以來看看 有沒有什麼相關的個股的一個商機 可以演變出來 首先就是我8月20號 已經在底部跟各位介紹過的 一個3227的原項 它其中在這一次8月份營收 也很漂亮的寫下歷史的一個新高 那剛剛講過的一個任天堂Switch 它這個可下載這個復古的一個電玩 超級任天堂 裡面有20款的一個經典的一個遊戲 而且它其中的一個重磅的一個大作 也將於10月份這邊登上 這個主機的一個什麼一個平台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線圖好了 君相哥留意 另外它整體來講的話 以今天的一個台股尾盤 是漲了一個20點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原項 它在出現的一個8月份營收 創歷史新高的情況之下 它的一個股價也是持續的 一個向上來做一個推升 之前的高點是129跟132 所以說我們可以來留意 看看是不是後面法人 會持續的來做一個買超 因為它所有的均線已經站上了 然後來挑戰前波的高點129到132 這是第一個注意的一個個股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檔個股好了 這第二檔個股我們來留意 是這個2458的一個藝龍店 為什麼2458的藝龍店要留意 第一個首先它的一個8月份營收 一樣是歷史新高 而且它是這個月增12% 年增10% 算是非常亮眼的成績單 為什麼能夠這麼強 第一個它也受惠於 這個雅典納的一個筆電的計劃 它提供的一個AI功能 包括Type-C的一個快速充電 以及這個低功耗的一個電池續航力 還有這個Wi-Fi 6的一個快速聯網 這幾項的功能 但是為什麼 這一些功能能夠這麼的一個 執行面這麼的一個有效率 因為它是用觸控筆跟精準的一個觸控板 這就是藝龍店的一個最強大的 營收的一個所在 那我剛剛講過 在這個禮拜二的一個晚上美國時間 禮拜三的一個台灣時間 這個所謂蘋果的一個秋季的一個發表會 如果確認新的一個iPhone 11 它也有觸控筆的話 那對於這個藝龍店 它的一個後世又很龐大的一個什麼 我們一個所謂的一個想像空間 以今天來說的話 股價大概創下近期的新高91塊之後 做一個橫盤的一個震盪 目前量人也來做一個萎縮 那再加上八月份營收來做一個創新高 看看後世 尤其整個軍縣都已經站上了 能不能夠有法人這邊來做一個帶量的一個突破 來過前波的一個高點91塊 這是第二項的一個受惠的一個個股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所謂第三檔的一個個股 是4919的一個新唐 新唐這檔個股一樣 八月份營收是創下了一個歷史的一個新高 那它八月份一樣是營收 在整個月增方面是成長了5% 年增的話是成長了一個8% 那當然它也是雅典納的一個 筆電的一個計畫的受惠股 而且目前各位要留意的是 微軟也即將要停止這個Windows 7 強制所有的用戶要來升級到Windows 10 那為什麼要這樣 因為它要讓筆電搭載這個生物辨識能力 也就是說要具備這個人眼辨識跟指紋辨識 你只有在這個Windows 10裡面 你才能夠享受這方面的一個升級 所以說到時候7的話 可能就跟之前的XP一樣 就暫停的一個服務了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一個4919的一個新唐 以今天來說的話算是一個代量 而且是持續的一個創下近期的一個新高 之前的一個高點是54塊6 有來做一個什麼一個代量 如果說後續量能夠持續的一個擴充的話 就能消耗之前的一個套勞賣壓 來近期的一個什麼一個 再創新高的一個什麼一個表演 所以說來特別留意 後續法人是不是持續的 會關注這一檔個股 所以你看到這個雅典娜的女神發威 納入的這個計畫裡面 各有各題材的表現 名字取得好 大概就贏一半了 對... 尤其這個是智慧女神 是 對... 好 謝謝 在那邊... 智慧女神 尤其是智慧女神 對... 一遍 本來看 確認 有些人是以來的 感谢观看